10月30号 美国大选的最新报道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 现任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 两位候选人都在关键州积极拉票 以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非常接近 根据最新调查数据 在关键的摇摆州 选情同样紧张 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 威斯康辛和密歇根等地 两人的支持率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 使得这次选举 可能会在多个摇摆州中展开激烈角逐 此外 选举相关的政治氛围变得高度紧张 有关选举安全和潜在阴谋论的担忧增加 尤其是在摇摆州 官员们已采取措施 主要集中 应对可能出现的争议和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 双方的支持者通过 购买政治周边产品来表达支持 特朗普相关的商品销售量 比哈里斯高出许多 总体来说这次大选的结果仍不确定 选民们正密切关注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和 政策主张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 多个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局势非常紧张 这些摇摆州包括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 乔治亚 亚利桑那 内华达 北卡罗莱纳和威斯康星 最新民调显示 卡玛拉 哈里斯和唐纳德 特朗普 在这些州的支持率差距极小 许多州的候选人支持率在误差范围内 未能确立明显的领先优势 这些州的投票结果预计 将对大选产生决定性影响 双方竞选活动均在这些地区投入 大量资源以争取选民 关于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率和欢迎度 目前的情况在美国 各州和选民群体中有所不同 在一些传统的红州和保守选民中 特朗普的支持度较高 许多支持者认为 他的政策和执政风格 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 尤其在部分摇摆州 特朗普的集会往往吸引大量参与者 展现出较强的动员力 然而 从全国范围来看 支持率呈现出两极化趋势 尽管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基础 支持很稳固 但民主党选民和一些中立选民可能 更倾向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最新的民调显示 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 在许多关键州非常接近 因此 这次大选的最终结果仍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竞选过程中 面对的挑战之一是经济问题 经济议题通常被视为 选民关心的核心问题 而哈里斯在这个领域的经验相对有限 他的竞选策略更多集中在社会公正 气候变化和教育等方面 这在某些选民群体中得到了支持 但在经济议题上的表现较弱 尤其是在应对通货膨胀 失业率和经济复苏等问题上 缺乏明确的方案时 他在经济议题上面临压力 相比之下 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经验丰富 特别是在2017年至2020 年间的低失业率和经济增长数据 为他赢得了很多保守派和商业选民的支持 因此在经济方面的较弱表现 确实是哈里斯竞选的一个短板 也可能是影响摇摆选民选择的重要因素 另外 非法移民问题在 2024年美国大选中是一个关键议题 很多选民对边境安全和移民政策非常关注 尤其是在边境州和一些摇摆州 非法移民问题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 安全和公共资源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立场 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倾向于推动更人道的移民政策 强调保护移民家庭 为无证移民提供途径获得合法身份 并改善边境地区的管理 然而 他在移民问题上受到一定批评 部分选民认 为他在控制边境安全方面的措施不够严格 这也让他在一些保守州和摇摆州失去了 部分支持 唐纳德·特朗普的立场 唐纳德·特朗普则在移民问题上 持更为强硬的立场 他承诺如果再次当选 将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 包括关闭边境以减少非法入境 此外 特朗普在其竞选中反复强调 非法移民会带来犯罪和安全风险 这一立场在支持 更严格边境政策的选民中很受欢迎 尤其是在边境州和一些面临移民压力的地区 这种强硬的移民 立场有助于他获得 更高的支持率 总体而言 非法移民问题不仅仅是政策分歧的体现 也反映了双方候选人对国家安全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同优先级 这次大选充满悬念 双方都在全力争取选民的最后支持 无论结果如何 未来几天的选情发展都将成为焦点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美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没错 投票是民众表达意见 参与民主的重要方式 通过投票 选民能够选择支持的候选人和政策方向 直接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 特别是在摇摆州 每一张选票都可能左右选举结果 因此无论立场如何 积极参与投票是 每位公民在大选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历史时刻让咱们一同见证吧